糟糕 球球不见了 什么 快看 找有脚印 他看起来很活活 这根本看不清楚啊 看起来像女生的脚 是他 一定是他 我现在就去找他问个清楚 熊玛 你快说 说了什么 老实交代 是你带走了球球 我没有 不是我 我家院子里还有你的脚印 我没有 我只是给他问了点气的 瞧瞧 看我给你带来什么 火腿肠狗粮还有牛奶 你可以吃吧 这么久没吃饭 你肯定恶化了吧 那 你有没有看到其他人 没有 我问完球球就走了 那好吧 我知道了 不回来了 是他吗 找到球球了吧 没有 不是他 大宝 你在哪里拿的木头 我在纸箱旁边拿的 就是块木头 这有什么新奇的 我想到了 这家应该是这样的 有人用木头做箱子 带走了球球 小贝家里有那么多木头 小贝爸爸又会做木工 难道是 没错 大宝 一定是叔叔带走了球球 不可能是爸爸 爸爸不会这样做 我说什么 真相就是 叔叔带走了球球 看 球球的盲和铃铛 这就是证据 爸爸 你为什么这样做 叔叔 你把球球藏哪里了 我只是 只是给球球做了一个窝 小狗 这里怎么有只小狗 一直在叫啊 这铃铛绑得太紧了 让我给它解开算了 过几天还要下雨 我再给它搭一个狗窝吧 就是这样 搭好之后 我就把球球放在院子里了 怎么会是这样 那球球到底去哪里了 只有请小精灵来帮忙了 小精灵小精灵 小贝发生什么事情了 小精灵 小雪的狗狗丢了 你能帮我们找找吗 别着急小贝 让我用时空之镜 帮你看看吧 球球 和我一起回家吧 妈妈还不同意咬你 但我会努力的 原来是小雪 哎哟 他带走球球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要找他问清楚 小雪 你不好好学习 在这里干什么 我说你上次 怎么只考九十九分 原来是因为这只小狗 妈妈 球球没有了妈妈 他太可怜了 就让他留在我们家吧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不许咬 你有时间 不如去读书 妈妈 我答应你下次考一百分 可不可以把球球带回家 小雪 我替你照顾球球 怎么不告诉我医生 就把球球带走了 害我担心死了 对不起小贝 我不是故意的 我想等妈妈同意再告诉你 王后 你就答应小雪吧 球球太可怜了 你们还是小孩子 你们能照顾好他吗 妈妈 我真的很喜欢他 我会努力的 小朋友们 你们说 要不要让小雪留下狗狗 同意留下狗狗的 扣一一一 不同意留下狗狗的 扣二二 小朋友们 我真的很喜欢球球 可以帮我扣一一 让妈妈把球球留下来吗 小贝 汉堡鸡鸡饼干面包都给你吃 妈妈 我也想吃 你没有 小贝 妈妈又给你买了五条弓出去 妈妈 我也想要 你没有 妈妈 妈妈 怎么回事 妈妈怎么一逃了 快 我们先送王后去童话医院 医生 我妈妈怎么样 不用担心 王后过会就会醒过来了 小雪 你愿意跟我回精灵城堡生活吗 在这里 你过得并不好 不行 王后妈妈现在有困难 我要留下来照顾王后妈妈 你的翅膀出来了 快收起来 不能被别人发现 糟了 王后妈妈不会看到吧 应该没看到 小雪 我们去找找小贝 我醒了 人呢 其实 之前我对小雪不好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怀疑 它不是真的小雪 哎呀 我的风筝 谁帮我把风筝拿下来啊 小贝姐姐快回家了 妈妈出事了 怎么 可是我的风筝还没有拿下来呢 我会飞 我来 你会飞 小贝 你听错了 小雪说的是 我会飞 我来 给你小贝 我们快走 妈妈 我们回家了 妈妈 你没事了吧 没事 妈妈已经好了 小雪 以前是妈妈不好 是妈妈不够关心你 以后妈妈会多多关心你的 奇怪 小雪之前说她会飞 我怀疑小雪有问题 这是小雪的 这是小贝的 孩子们 吃完饭记得写作业啊 喵喵喵 真好吃 你妈了吧你 别吃了 小雪 你说 你在搞什么鬼 小贝姐姐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你是不是会飞 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我们 我没有 小贝姐姐 你把吃的还给我 还给我 糟了 被我说对了吧 小雪 你的翅膀露出来了 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妹妹小雪 是不是 怎么了怎么了 小雪你怎么长翅膀了 妈妈你看 她根本就不是小雪 她是假冒的 原来我的怀疑是对的 走 跟我去管理局 等一下 听我说 她确实不是小雪 但是她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小镜娘 你们是一伙的吧 那你说说是什么原因 因为 真正的小雪失踪 我怕你们伤心 所以就让精灵假扮了小雪 什么 为什么要瞒着我 那我女儿小雪找到了吗 刚刚找到了 妈妈 对不起 我迷路了 小孩子 回来了就好 你以后 可不能乱跑了 大家快看 我刚刚动的图 说的就是你 这个图也有意思 大家发的都是什么图呀 不是吧 不是吧 还有人不知道熊猫头呢 这个是最近同国王国流行的熊猫头表情包 我知道了 小雪姐已经会用了 零分零分 全部零分 我们写的不好吗 来 小贝 先看看你的 二月一日 行 我在路下不小心把错业丢了 我当时的心情就是这样的 没办法 我只能临时写了一份作业 还好我聪明 小贝姐姐 你这个图真有意思 大宝 你还笑小贝 你看看你的作业 二月一日 请 我是熊猫头 快乐的熊猫头 你要说我有多快乐 我觉得我的作业写得很好啊 是不是一看图片就知道我的表情了 零分 那我的为什么是零分 老师 我的可没有熊猫头 你还敢说 来看你的 二月一日 请 我走在回家的小路上 看到了好的小花 小草 小鸟 小狗 小猫 老师 我的作业很正常 没有熊猫头 是吗 那这是什么 这个熊猫头我没有见过 熊猫 快放给我 我都知道你们没有 跟你也行 娘娘 其他的熊猫头不要紧包来换 来来来 我这里有 有 你们两个 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大宝 我现在适合在这里呢 大宝 熊妹 明天给我请家长 你懂 那小雪呢 小雪应该不会用熊猫头做作业吧 怎么不会呢 来 看作业 二月一日 请 我发现了可爱的熊猫头表情包 我好喜欢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小雪的作业本上全是熊猫头 因为真的很可爱啊 你们怎么回事 咱们都有熊猫头做作业 因为我们很喜欢熊猫头啊 是啊老师 我们不是故意的 不要叫家长了好不好 好吧 下次不能再这样啦 别当作了 眼睛老师真棒 嗯 这个熊猫头真的这么好玩吗 我也去看看 看我的新图 哎呀你真没意思 看我的 太逗了 我也有新图 你们的都不行 还是要看我的 老师 原来你也有熊猫头表情包 小朋友们 你们有珍藏的熊猫头表情包吗 开发在评论区吧 我们下次再见 小雪 你的一百分魔法勺子 大宝 你的一百分魔法勺子 小贝 你的七十分魔法勺子 眼睛老师 魔法勺子有什么特别的吗 把勺子放在上面试试 勺子变成了草莓蛋糕啊 我要来 勺子变成了美味汉堡 快想要这个香蓝鲜 怎么还是勺子啊 七十分的勺子变不出一百分的美食 哼 为什么我没考一百分啊 真的好想吃香蓝鲜 有了 我可以去借一百分勺子 小雪 可以把你的神奇勺子借给我吗 不行啊 这是眼睛老师奖励我的 小雪真骚气 我去找大宝 好大宝 把你的神奇勺子给姐姐玩玩吧 不行 小碑姐姐下次可一次一百分也会有的 哼 真小气 下次 我也要考一百分 什么东西这么重啊 快让不让人学习了 小雪不要吃 好臭 别想抢我的美食 糟糕 大宝不会 eat 美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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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雪哥大宝怎么爱吃臭东西啊 有了 去找凯莉阿姨帮忙 凯莉凯莉阿姨 快跟我走 發生了什么事啊 小贝你不说清楚我就不去了 看来是因为一百分勺子 不可能 眼镜老师不会伤害我们的 难道又是艾莎干的 艾莎怎么也 没位没位 完了 不止艾莎阿姨 大家都中招了 凯琳之力 恢复 究竟是谁要破坏通货王国 大家排好队 每个人都有神奇勺子 眼镜老师快住手 等等 他不是眼镜老师 加班别人之前 先藏好自己的尾巴 黑暗老爹 被发现了 那要怎么用 糟糕 好强大的魔力 他们没有魔法烧的吃一口 我的魔力就增加一分 现在你可打不过我 不是也是怎么知道 小贝快走 没有认识我的对手 同货王国是我的了 别高兴的太子 还有我们的 小朋友们觉得 黑暗老爹能打败 对大家吗 觉得会的扣一一 觉得不会的扣啊啊啊啊啊 快告诉小贝吧 给小雪21岁 给小贝20岁 给熊妹22岁 耶 我们终于长大了 谢谢凯琳阿姨 把鸭子钱给我 我帮你保管 不改 这是凯琳阿姨给我们的 你们不能收藏 没错 我们要自己保管啊 大人怎么什么都不能玩 真烦人 小贝熊妹 我们还是回家吧 明天还要上学呢 小雪小贝熊妹 考试快要开始了 你们怎么还在这里 老师什么考试 高考呀 什么高考 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了 你们现在已经长大了 不能再上小学了 快去参加高考吧 可是我们什么都不会啊 怎么参加考试呀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有什么办法 不能让我们变回去吗 快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吧 拜托你们了 把钱给妈妈 不行 这是凯琳阿姨给我们的 小贝 小朋友们说得对 都是因为这些鸭子钱 我们才长大的 还是把鸭子钱交给妈妈吧 那好吧 妈妈 鸭子钱给你 我会好好保管的 太好了 终于变回来了 小鸭子熊妹 我们快去玩吧 我抢 这些钱是我的了 黑暗魔 把鸭子钱还给我们 我怎么跑不动了 啊 我怎么变成41岁了 因为你拿了太多鸭子钱 他把鸭子钱给我 减什么 这是我的钱怎么给你呢 奇异之灵 我的鸭子钱 小精灵你干什么 我已经知道了 这根本不是你的钱 黑暗魔王 你知错吗 我还有什么错 你可把钱还给我 啊 我怎么变成婴儿了 奇异之灵 我怎么不能说话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小精灵 你看见黑暗魔王了吗 他抢走了我们的鸭子钱 他往那边跑了 我在这儿啊 小雪小贵小妹 你们别听他的 小精灵 谢谢你 小雪姐姐小贝姐姐 我们快走 他们怎么走了 谁来救救我 这就是对你的惩罚 黑暗魔 你就在这里好好待着吧 小精灵 你回来 怎么会这样 早知道 我就不想想学他们的鸭子钱了 这不想想学会 自己的鸭子 你一定会这样的鸭子 我希望你也会推荐 给你看看 你感觉